最近我去见一位老业主 过去我替他设计了多家旅馆 一家比一家繁复华丽 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 到美国住了十年 现又回台北 他说他的观念完全改变了 过去他经营的旅馆 设计是用家法 现在是要求用减法 一家比一家精简 不止成本低 回收快 却整理方便 生意更好 减法的设计 我们学建筑的早就知道 less is more的道理 嗯 我想不止设计 现在也可用减法来过生活 以减法来过后半生吧 其实在世上拥有的越多 烦恼也越多 有一栋房子 有一个烦恼 拥有两栋 烦恼加倍 财产越多 留给家族子孙的烦恼就越大 最近金融风暴 也可见证那些拥有越多的人就越不快乐 前一阵子 我为一位建筑商做家庭室内设计 两个儿子的房子都是百余平 等老东家房子来委托设计时 我想那不知要多豪华 不想拿来一看 大吃一斤一斤总面积二十一平 这我才在怀疑 他打断我的话 说我打拼了一辈子 盖了不少房子 也拥有不少房子 想通了 小房子既温馨又好整理 只剩我两老 这就够了 孩子们还想不通 由他们去吧 世上的一切 我们只能享有 不可能拥有 何必一定要占有 因此 五十五岁之后的我 非必要的东西不再添购 去旅游 也不再买东西回来了 也不想与风景合照 只拍些使我感动的景致 上帝创造的美 或设计上的心知 我觉得最要把握的是当下 在此时 此景 此物 心灵的那一刻 我是否真正认真的享受 体会 感恩 那一刻才是需要的 六十岁那年 我把家中多余的用品 装饰品 收集的纪念品清了出来 拿去社团义卖 做社区服务经费 家中清除多了 现在 该是以减法过人生的时候了 常常提醒自己 放下对世界的欲求 放下心中的挂念 卸下对人的恩怨 过减法的生活 轻松地面对人生 人 一无所有时 倒很容易满足 一旦拥有 则有一歉久 反而不足 心不要贪 一个人能得多少 不是自己可决定的